印太新北約出資成營 當然由北約支持 其實之前已經說了 其實也有三個國家已經說了頭 第一當然就是韓國 其實韓國在一次北約會議的時候 他已經承諾了在整個印太地區和北約互換情報 那為什麼是韓國? 因為他最直接的就是北韓、中共 而澳洲始終都是五眼聯盟的一部分 來到由大西洋去到太平洋 五眼聯盟一定會積極參與 第三個是什麼?日本 現在整個印太就是由日本領導下 最大的威脅 俄羅斯將會成為過去即是面對中共 所以 北約預計在2024年在日本東京設立辦事處 也都以這個所謂的辦事處 加深對澳洲、日本、新西蘭和韓國 讓印太夥伴合作的據點成為 而這四個國家現階段就是北約的全球夥伴之一 他們將會從這裡成立 是針對個別國家的網絡安全太空 打擊假信息這些議題建立合作基礎 除了軍事還未談得到之外 當然這些一埋位就可以 但是各方面尤其是信息方面 情報上高 除了韓國的話日本都會加入 那當然之前法國馬龍說不要搞了 是不是我們專注大西洋 我們歐盟印太的事務不關我事 結果馬龍被人有什麼的仆街 這個人法國其實從來都是這樣 他們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亡國 但是當他們得力於他的朋友 美國這些幫忙 令他們可以逃出戰爭的握運的時候 當他們一脫身 他們就即時反口 跟著反水 這些正宗厭制 跟著說法國要走自己的外交道路 但是這一次應該不會有任何的轉變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韓國總統韻石穴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 和新西蘭總理希普金斯 預計在7月11日至12日 在立陶宛舉行的北約峰會 這個將是AP4 這四個國家的領導人 連續兩年出席這個活動 當然 一個歐洲駐日本大使 他講 北約所有的成員國都明確認同 應該跟AP4強化關係 就是這四個國家 以更了解中國構成的威脅 當大家成為聯盟之後 下一步就是在日本設立辦事處 那當然中國就必定表達不滿 更加呼籲日本考慮到其侵略的歷史 在軍事安全問題上應該格外謹慎 不應該搞什麼集團對抗 但是私立臣士 報稱日本希望北約在該國設立辦事處 而且日本首相岸田文龍 在五月的港島G7峰會上高 會晤馬克龍的時候 也都曾經提過這件事 澳洲的外交事務部 與貿易部發言人就說 在適當的時機 進一步講明這一次的安排 而韓國總統辦公室 被問到這個報道的時候 他不予置評 新印太戰略 日本擔旗 所以辦事處只差 能夠在日本 證明了日本在世界的分量 究竟有多重 而面對的就是中國 無論你承認也好 你不承認也好 已經成為了事實 日本擺脫了失落三十年 現在他們擺脫了通宿 他們要拿回他們曾經失去的輝煌 而他一定有個難路虎 就叫做中共 是這樣的話 加入北約都是他唯一的選擇 而北約當然 俄羅斯已經兵敗如山島 在這個環境 趁機可以來到印太地區 撈取更加多的利益 這個如意算盤 也是他們要做的 所以孝婆遇著知粉客 一拍即刻 拜拜